植树节即将到来 为了促进土地的绿化 并且保护生态环境 进风乡公所将在12号植树节当天 在嘉兰温泉公园 办理植树节的活动 希望借由一株株的树苗 呼吁大众为下一代要爱惜树木 而这次活动还有限量小礼物可以拿 欢迎民众踊跃的参与 民众将树木种进土壤 3月12日就是植树节 为了要促进土地绿化 也保护生态环境 今年进风乡公所也将在植树节当天 在嘉兰温泉公园旁的腹地 办理植树节活动 植树不仅能景观绿化 也能国土保安 甚至还能生殖能源 而这次林物局也将赠送进千株的树苗 给进风乡五个村庄 让各村在部落内植树 希望借由一株株的树苗 能呼吁大众 为了下一代要爱惜树木 并生根植树造林的观念 强化生态保育 来建构永续环境 九江节金风相报道